第十二章 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潜累我们的罪 全心忍耐 不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你们与罪恶相争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你们又忘了 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 说 我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又边打凡所收纳的乙子 你们所忍受的 是上帝管教你们 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灵的父 我们岂不更当 顺服他得生吗 生身的父 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 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凡管教的事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仇苦 后来 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挺起来 也要为自己的脚 把道路收直了 使脚趾不自歪脚 反得传欲 当那以素为境界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又要谨慎 恐怕有人失了上帝的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 扰乱你们 因此叫众人沾染污蔚 恐怕有淫乱的 有贪恋世俗 如意素的 他因一点食物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后来想要承受父所足的福 警备气绝 虽然耗哭切求 却得不着门路 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 这是你们知道的 你们愿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 此山有火焰 密云 黑暗 暴风 各声 与说话的声音 哪些听见这声音的 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 说靠近这山的 即便是走兽 也要用石头打死 所见的极其可怕 甚至摩西说 我甚是恐惧战经 你们乃是来到石安山 永生上帝的成一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有名 陆在天上诸长子之会 所共聚的总会 有审判众人的上帝 何必成全知义人的灵魂 并身弱的宗保耶稣 以及所洒的血 借血 所说的 比亚伯的血 所说的更美 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弃绝 那向你们说话的 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 尚且不能陶醉 何况我们违背 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 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借再一次的话 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之物 都要挪去 此那不被震动的常存 所以我们记得了 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上帝所喜悦的 用虔诚 敬畏的心 侍奉上帝 因为我们的上帝 赖是烈火 就当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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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